性格温顺 清纯可人 贤妻良母 事业有成 儒雅绅士 长相周正 不靠谱 我今天故意传成这样 应该可以下跑的 你就是苏清诚 宋小姐 是我 您好 是她 坐吧 宋小姐 你迟到了十五分钟 我都没注意 为什么出来相亲啊 家里要求 这道理之 看资料 你是消防队员吗 不是公职 你是 医生 现在不是了 什么意思 我不做医生了 现在的身份 是女新用品店的店长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听到的 那你应该 及时更新信息才是啊 我看您的信息也不够真实呀 联合国际安全学院 反恐学校教官 你难道是CII再好的吗 宋小姐 你是在质疑我的专业吗 估计也就不经事事的小姑娘 会相信你这套人设吧 熬得不错 有三分校 宋小姐 要求挺高 行了 赶紧走流程吧 好 如果不建议的话 报一下身高体重 工资存款 家庭关系 先生 这么看人是不是有点不礼貌了 对不起 我只是在想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你觉得这套对我有用吗 还是说正题吧 不好意思 刚才你问的那些 我都不想回答 那请问苏先生 有什么是可以透露的呢 房 车 韩国几个女朋友 资料上都有 光看资料怎么知道有没有水分啊 说到资料 您的这份资料也是 落差太大了 不利于你相亲 什么落差 这照片是你吗 这怎么又不是我 如假包换 你有意见吗 没有意见 只不过是 友情提醒的 简历胜解 恋爱经验为零 你从小单身了 什么纯情人设 看样子宋小姐对我的资料 评价很高 那倒不是 只是觉得您头肌不成十八米 情伤不太高 宋小姐真会说话 雅间嘴利的 苏先生也不慌多人 你怎么说话 性格温顺 精纯可人 贤妻良母 事业有成 儒雅绅士 长相周正 不靠谱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也就不奉陪了 苏先生 抓紧赶下一场吧 下一场 什么下一场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傻啊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傻啊 莫名其妙 我要吃榴莲 我去 这个还有花吗 你去那边看看吧 好 谢谢 有女朋友还在相亲 那个什么什么安全学院 不进行道德教育 联合国际安全学院 都差不多 一个小建议 这个比较好用 她不是双宝菜吧